孫晓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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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已经身负重生 你只要一个小时的十九时间 你的身边有一台手机 你的手机就在旁边 兴哥 你的红酒玉米太棒了 别废话了 请转 孙晓鸥 孙晓鸥 一点动静都没有 该不会出事了吧 兴哥 我要不要进去看一下 大阿姨 如果不是我没准备好的话 我未必会输给她 这话你可千万别跟颜希说 当然不会了 兴哥 怎么跟孙晓鸥碰到了呀 原来今天在电梯里的是她 好 起床了 都几点了还睡 你不是说今天不能迟到的吗 起来了 你杀青了 你杀青了 对啊 我看今天还没有补拍的内容 没有的话我就回去了 就拍一天 那你带那么多东西来干嘛 万一有媒体呢 拍着我总不能穿影声音 好吧 那你睡吧 对了 我要去找师兄吃早餐 你把你那个写菜给我准备好啊 开香 你又怎么来了 我从家里带了点小菜 想过来跟你一起吃早餐 好啊 那就一起吃吧 带什么小菜了 我知道你开工之后啊 吃得清淡 所以我带了一些酱菜 正好可以配粥吃 好吗 爽口萝卜 还有无敌海带醋 好吃 在哪儿买的 我们家保姆做的 保姆这么厉害 安静看 就留下了 就很好喝喔 你 Mystic 你能给你喝点水 对 好啊 我也没想过去 别耽误拍戏 我已经杀青了 对了 你帮我干嘛 好啊 好啊 你说 苏苏 庆平们 又跑哪儿偷懒去了 我让她帮我拿东西去了 当时你怎么又来了 苏苏 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我过来告诉你 我听说张琪和陆一伟 把合同给签了 什么 陆一伟根本就不适合这个角色 张琪怎么好端端的 把这个角色让给她了 是不是你 压根就没帮我争取这个角色呀 苏苏 天地良心啊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帮你促成这件事情 我费了多少口声啊 行了 既然这件事情 已经尘埃落定了 那有些话呢 我就不妨对你直说了 别看张琪平时在你面前啊 表现的一个很清高的样子 其实贝丽丽 这哥们就是一个落井下石的人 我跟他接触的时候啊 他就有意无意地跟我提到过 盗王收拾力不好的事情 我估计那个时候 他就有想法人家想法 就赶上我跟他说 西江冷月拍摄期提前的事 这哥们转头去找陆一伟 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你 如果不是你当初非让我接大王 我也不至于把现在这么好的角色 让给别人 你 你先别生气嘛 这《西江冷月》这个剧本 你不是也挺喜欢的吗 我跟你说啊 就陆一伟那个演技 你几给他十个黄粱一梦 他也没戏 这么好的角色可惜了 你也别多想了 回头我再绑你找别的角色吧 我知道你的喜欢 看什么呢 动作戏 能用提身一定要用提身 你可伤不起啊 如果什么戏都用提身上的话 还用演员干嘛 你上了 你上了 我让庆平去接你 来 干嘛呀 谁呀 朋友谁呀 朋友 什么男女的 你不认识呢 有点意思 小胡丁 你要不要吃糖果 吃巧克力吧 对 那你吃薯片吧 这个味道特别好吃啊 阿姨 你饿了吧 你自己先吃 那 你想看动画片 还是玩游戏啊 阿姨 我想问您个问题 你说 您是不是间谍 你怎么会这么问 因为我看见你好几次 拿着望远镜 看着我们家 望远镜啊 那个 我在看星星呢 别骗人了吧 我要去上厕所 我陪你去吧 走吧 不用了 我已经是大人了 小孩太难待了 这是谁家的孩子啊 我是 是我上次让你帮我找保姆 那个前辈家的孩子 难怪那么多保姆 都成炮灰了 那你前辈干吗不自己带 他要拍戏啊 而且带孩子这种事情 外人总是不放心 但是他收婚回来 他就自己带了 你们这些拍戏的 还是挺辛苦的 喂 静平 您在哪里啊 我看到您了 不好意思啊 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 我刚刚在VIP通道的出口 那表明 等了半天人都走光了 也没看到你 走VIP通道 才最容易被人盯上呢 为了不显眼 我特意跟旅游团 一块儿回来的 还是您有办法 小布丁呢 他已经到酒店了 他一个人吗 星哥 叫了朱莉姐去陪他 朱莉 那还产生俗星吧 我们边走边说 推在这边 我给他哄睡着了 你放心 我已经下来了 再多待一个小时 我就疯了 姐 你对的孩子 简直太有套路了 他跟一行小时 比乖多了 怎么了 那个人怎么看上去 这么眼熟啊 谁啊 应该是错觉 他不能出现在这里的 可能是我太累了 走吧 好 你怎么看上去 星哥 你还好办 都安排好 我 我 星哥 怎么样 这招把椅子 不用不用 我坐地上就行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凯文 凯文 凯文 对凯文 凯文 我看他们都有英文名 我就求是画展老师 也给我取了一个 是不是不好听啊 好听 多好听 多大了 我十九了 不过我已经在片场干了三年了 谢谢星哥 别客气 怎么受这么多伤啊 我太笨了 没人家那么机灵 受点伤也不算啥 十九岁 你说你这么点年纪 干什么不行 为什么非得干五常 多辛苦 星哥 我可不能干别的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要成为李国俊那样的 动作明星 干 而且我还能翻根头呢 可以啊 可以啊 他们都说我是痴心忘想 我觉得说得也对 那么多人呢 哪儿轮得到我当明星啊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 几年前呢 刚毕业的时候 我一个同学 一心想当明星 当时没关系没背景 天天跑去走 从男三号 事到男四号 从男四号 事到特运演员 从特运演员 事到群众演员 又一次次地被人挤了人 但他并没有去你 他在心里告诉自己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早晚有一天 哥一定会让你们认识我 后来呢 他红了吗 红了 比我还红了 后来星哥 他是谁啊 星哥 我一定会一直一直努力的 齐悦啊 我昨天收工特别晚 今天一大早开工 我才看到你的信息 然后呢 我们的镜头增多了 我特别开心 我也全力配合你 我明天就回去了 等我们到时候见面说啊 你干嘛骗他 这怎么能叫骗呢 我看他上节目的时候 对你特别照顾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喜欢是最没用的 而且我现在不能谈恋爱 要是谈恋爱的话 西部更占 不对啊 那你暗恋苏星 你就不想要和他有结果啊 是谈恋爱的 也不见了 他把他还没连大 我说阿谦 你呢 你怎么想要去之后 我约了宋导还有姜志篇 咱聚聚 我累了 那行 清明 赶紧把速度送回去啊 好 那个 摸什么呢 不是刚买了新车吗 走 清明 出去溜溜 你给我看着脸 别给我挂了啊 老婉 爸 有料啊 跟紧点 好嘞 睡了吗 丑小 如果每天都能这么安静地睡过去 那我也就睡醒了 他不记得我了 幸好给他买了玩具 要不然 他都不愿意跟我说话 小孩吗 忘情他 有的时候我开工晚了 回家的时候他就跟我发脾气 故意不理我 不说了 我真的很无奈 郑偶那边准备怎么样了 朱丽明天就回来了啊 回来就让他直接进棚去录去 郑导那边效率挺高的 织紧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我们俩人商量了一下 打算让齐悦来做那个松鼠鲑鱼 因为之前齐悦在节目上做过 有一定的经验 当时大厨也夸过他 你们倒是还挺会替他着想啊 他就是皮特踢过来的体身 一个齐悦啊 对收视率有帮助吗 对点击率有帮助吗 台里认吗 广告商认吗 这要是苏星来拍 咱们当然得把他拍得帅一点 他就随便比划两下 都有人买账 齐悦 谁认识他呀 不要 我们得恶搞一下 其实这些年 我一直在默默关注你的消息 有什么好关注的 你所看到的消息 都是好消息 无非就是说 我越来越好 越来越被人认可了 可是这其中 每一步走得有多如履薄冰 只有我自己知道 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我还不知道 能不能把握得住 既然这么难 不如回国发展 现在吗 还不是时候 你在国外这么累 这么辛苦 这么多年值得吗 如果梦想 要用值不值得来衡量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做梦的人了 回国也可以实现你的梦想 是吗 我还以为你约我回来 做你背后的女人呢 我努力了这么多年 拼了这么多年 我不想现在就放弃 事业对你就这么重要 你难道不想跟我 我 不想跟小不丁在一起吗 这么多年 我们两位已经错过 跟小不丁太多的时光了 一年只能见小不丁一次 这样的折磨我忍了六年 我有多想你们 我流过多少泪我自己知道 我欠你们很多 等时机成熟 我一定会回来的 给你和小不丁一个交代 我该走了 你不等着醒过来吗 你不等着醒过来吗 他要是醒来 我怕我就舍不得走了 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当初 你当初 没什么那么决绝的意外吗 我孙老师 你不忘了 我和小雪儿 你不怕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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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有habitude 你们 我也知道 你不怕生气 你不怕生气 免得惹麻烦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这女的谁啊 这女的谁不重要 你说这苏星 仗着参加什么真人秀 耽误了咱多少进度 那剧本他说改就改 还有这皮特 总往组里塞人 然后给他推新人 我给他点颜色看看呀 我 我这口气我出不来 你知道吗 喂 琳达 你给我盯着点网络 我现在特别不安心 总觉得要出大事 我当然知道几点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雇你来 是让工作的 不是让你睡觉的 你要是做不了 我随时可以还人 著名巨星 夜会不明女子 一夜春宵 怎么样 劲爆不劲爆 劲爆倒是挺劲爆 但是有一点啊 如果他出丑闻的话 那会不会对我们的发行 不利呢 没事 他又没结婚 又不违法 我倒觉得呀 他炒得越火越好 替咱宣传了呀 还省咱宣传费呢 那别犹豫了 赶紧发出去 现在不行 现在太晚了 老门门都睡了 现在不是流量的高峰期 明天早上发 正好赶上流量的高峰 明天早上老何一早会被惊 你的任务呢 就是平安地把小布丁送回家 给他做一顿饭吃 然后给他洗澡 红得睡觉 能做到吗 绝对没问题 你放心我吧 你是最棒的 那行了 我准备开工了 记住 安全第一 牵笔住任何叉子 拜拜 拜拜 哥儿就赶紧的啊 快点快点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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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又出大新闻了 亚洲巨星 夜会神秘女子 上演午夜激情 你瞅这劲爆的标题 这又是谁中招了 好像苏星啊 我看看 我看看 干什么呀 星哥 星哥 老公 我们就随便看看而已 你们 哥哥 今天晚上你上场去了 是敏娜吗 这件事情绝非偶然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谁干的 最重要的是有没有派到小布丁 我再问你一次是不是敏娜 是敏娜 她是特地回来给小布丁过生日的 我跟你说话 皮特 今后再进组的话 安保工作一定要做好 我为了躲避这些记者 已经跑到酒店去住去了 没想到还是被派了 太可耻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不许可耻的事吗 苏苏 你也知道 不管这次跟你的人是谁 我都能把这件事情给你搞定 但是让我伤心的是 你居然背着我去见敏娜 我私人时间去见谁 有必要向你汇报吗 私人时间 苏苏 你是第一天入行吗 你有自己的私人时间吗 我一直说我不干涉你 那是因为我尊重你 我相信你不会胡来 但是你怎么做出这么蠢的事情 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 敏娜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你比我更了解 你要不要在一个坑里连跳两次啊 我就算跳一万次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拦住了你的财论 就会不开心 不高兴 不介绍 好好好 想想想想 是我不好 口气太急 小布丁 你别生气啊 我已经让林德去查了 看看是哪家公司 我的水军抄话题 我估计和拍照的是一拨人 你放心 索索 如果他们手上有小布丁的照片 不管花多少钱 费多少事情 我都帮你买回来 不会让战虎 蔓延到他的身世上 小布丁 一会儿阿姨带你去吃汗包包好不好 好 我健康 那阿姨带你去吃你喜欢吃的流沙包吧 在哪儿吃啊 在哪儿吃 我查一下 我这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了 这附近好像一家不错的店 你看看下 你看 看就是这家店 齐悦 我马上快到了 今天不录影 什么时候说的 看起来不错 那你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呢 要不这个 那行吧 那我这就去 好好好 姐 你就这家了 姐 你今天帮我照顾他一下好不好 我们之前录那个节目呢 今天要不录影 是皮特帮我争取的 机会难得 求你 我怎么觉得我上了贼船了 贼啊 阿姨 什么是贼船呀 是游乐园里的海盗船吗 本就我来说 比较好 这帮你 对 适合 好 我 我 男生 他 你们 见 你先走 我先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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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说啊 把这个放料理的这个 这个这个中间 这个区域给留出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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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小心啊 对称 小心 小心 不急 还没开始 你去后边等我 我也是一早才收到通知 来了 张老师好 好久不见了 是挺久的 主要啊 我是等你们公司的回应 等了也很久 最后我这话原来是你替苏星来拍摄 这我们把这个内容重新改了一下 那个 张老师 有没有今天这个拍摄的流程啊 我想看一下 流程 嗯 你意思是我们节目作家有剧本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您别误会了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很简单 你们两个人在节目里就吃 把那个真实的反应 反应出来给观众看 观众很喜欢 怎么 有问题吗 是这样的 我这两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我不能吃凉的 那不巧了 咱们今天料理的第一道菜 就是你节目 这样吧 赵老师 我代替他吃 你替他 对 你已经替苏星来拍摄了 你现在又替一个 那干脆我们节目找你一个嘉宾好不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 没事 我可以的 来 各位 快点了 咱们准备拍摄了 快点 来 各部门准备 五 四 三 二 开始 吃啊 吃 吃 吃 不是 这什么情况 这鹿鹿鹿鹿少一个人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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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可以 不 你 非常可心 hier 啊 喔 这个就是阿宝了 那个就是阿宝了 旁边的是宝爸还有宝妈 等我把漂漂散步了 我就把这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你爸爸妈妈在哪里啊 在美国 他们说等我七岁的时候会回来 可是叔叔已经很久没带我来过这儿了 我还不知道有多少漂漂 才能换回我的阿宝 这样 小艾阿姨 你会玩吗 小艾阿姨不会打游戏 不过我跟你说 小艾阿姨的弟弟非常会打游戏 有机会的话 我让他帮你攒票好不好 你们大人说的有机会 就是再也没机会了 小艾 叶朗 好巧啊 彩票 喜欢吗 喜欢送你啊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不客气 去 去吧 怎么样 你要钱咱好一点没有 好多了 要不然也不能溜出来打电动 我才没有办法 你放心吧 真或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一 二 三 对 鸡鸡鸡鸡鸡 你砍一下 对 哎呀 这个艺人哪 是不同意常人 你说这网上都炒成热锅了 瞧人家 跟没事人一样 去过来 好 风大 我说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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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给他送瞎眼镜 也跟着商桌搜了 老板真高兴 有这事 皮特哥 早啊 老板真高兴 厉害呀 有什么要求呢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呢 我会尽力地配合你了 恶意炒作这种手段 太低级 没意思 皮特哥 咱们是不是 有什么误会 误会啊 没什么误会 我就说说 素素 歇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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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什么呀我这套装呢 你听我来歇会儿 来 兄弟 接着啊 抓紧时间啊 把这些牌放浪尘 给我进行下一步 素素 刚才是我语气不对 我向你道歉 但是今天呢 咱们必须过了这一关再说 琳达刚才来消息 就是江志远走的 看来是对咱们之前 没有暗示归族 怀恨在心的 你听我说 你一定要稳住 他就是想看你难看的 千万不能中他下班啊 记得 你知道 你知道我的理性 你可以跟我过不去 但是你不能伤害到我的家人 我当然知道了 今天拍完 咱们马上就走 老江这个我太了解了 有一就有二 你是我的艺人 也是我的朋友 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我这次绝对不会轻扰的 要不然到了宣传期 只不定出什么幺蛾子了 素素你放心 我挺你 来 演员就位 没事吧 没事 这比冬天派语席强多了 那就别吃了吧 要不然我刚才吃那些 不白吃了吗 没事 开始吧 准备 五 五 四 三 二 开始 一口吃掉啊 朱莉 大口吃 吃 吃啊 大口 别剩 别剩 把嘴里吃掉 这什么情况啊 你这 又去哪儿啊 导演 找他休息吧 接下来我全吃了 月月 要这样的话 我觉得不如找那个 那个叫什么 潘嘉宁吧 最起码人家配合度高啊 要不这样 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我听说呀 他现在刚下一部戏 让他来就好了 导演 导演 对不起 导演 导演 对不起 导演 对不起 我可以的 我没事了 继续吧 吃 怎么样 过关了 好棒啊 好棒啊 我要去上厕所了 好 带你去 不用了 我已经是大人了 不用去你厕所了 那 说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好吧 我都说过我是大人了 不用了 那我们在这里等你 你自己小心啊 我知道了 不要乱跑 白北 你这什么眼神啊 你的眼神已经透露了一切了 我虽然很喜欢小孩 也很想有自己的小孩 但他不是我的孩子 咱们躲起来 叫我回来 今天我看你做什么 那当然是将来浊水 有你自己的小孩 胃有点烧伤了 那你这几天家里有没有人呢 有没有人照顾我 你要吃得清淡点 这个郑友 一脸的小人得志 就他那个品性 想成功都难 多管 美女好好保护你 你已经够照顾我的了 慢一点 我师兄在 他们肯定不敢欺负我 我也会尽全力保护你 这个好业真的很残酷的 你努不努力 真的不是恒狼你到底能不能成功的关键 有的人演了一辈子戏 真的就是演了一辈子戏 有的人就演了一部戏 全是综艺 甚至不用演戏 真秀综艺他就火了 今天就算皮特哥在也不会帮咱们的 在他眼里只有噱头和爆点 咱们只是商品 是没有资格说不的 谁又真的心疼谁呢 都是假的 只有火了 红了 才是真的 走吧 我好点了 叔叔我要这些 好嘞 看看啊 叔叔我还要这个气球 哪个 这三个我都想要 这三个 好嘞 小朋友 你家里人呢 拿那么多东西你拿得了吗 我当然拿得了啦 两百零四 我可没钱 没钱你捣什么乱 你带我去广播市 自然就有人把钱交到你手上了 不用去广播市了 小艾阿姨 多少钱 两百零四 两百零四 来 谢谢啊 来 你欠我两百零四 我告诉叔叔 我让叔叔还给你也不就行了吗 那我也告诉叔叔你自己乱跑 让我找不到你 你觉得他会帮你还钱吗 你不要告诉叔叔 那你答应我三件事情 我就不告诉他 哪三件事情啊 第一呢 你要答应我 你再也不许乱跑 如果你被花人抓走 你就再也见不到叔叔 你见不到阿宝了 那后面两件事情呢 后面两件事情呢 后面两件事 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 你想我就好了 谢谢啊 走 看啊 看怎么样 可以可以 可以了我可以 来兄弟 来来来来 来 辛苦辛苦辛苦 还好吧 杏哥辛苦 是这样啊 明天特意给您安排的是文系 您也可以休息休息 老江 不劳您费心了 苏苏今天就回去了 后面的剧本呢 昨天 苏苏连夜把他看完了 觉得还是不够满意 老江 这个问题我跟你沟通了很多遍了 看来是没引起你们重视啊 不不不不 星哥的意见我们非常的重视 这就是星哥 这本子实在是不好编哪 不好编 我来听你见 我来听你见 什么时候编好了 我再来演 不是不是 星哥 等等 这 哥哥哥哥哥 您您是我亲哥行吗 说说说说 我 我听我给你解释 老江 没什么好解释的 发生了什么 你我心知肚明 你看啊 苏苏有情绪 我特别理解啊 如果勉强让他在剧组待着 也没意义对吧 不如让他回去调整一下心态 我再好好劝劝他 你的立场呢我也懂 未来咱还得合作呢 是不是 不是 你提条件 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全办 行不行 皮特哥 别动 蚊子 你走了啊 你就是蚊子 吸血鬼 好 原来你们家就住在我们家旁边啊 我都说了 朱莉阿姨总是来我们家 请你转过去 我要输入密码了 行 小艾阿姨穿多鞋 小布丁 你晚上想吃什么 反正我不想吃炸鸡 因为奶奶说过 炸鸡对身体不健康 好 我知道了 那你先去换衣服洗洗手 晚饭马上就做好 乖 好吧 那我就先去换衣服了 记住关门啊 好 这点小伎俩 想吓到我 我可不打算跟一个小恶魔 一起共进晚餐哦 我才不要跟你共进晚餐呢 我宁可饿着 也不要换到这身衣服 我都不知道你这么有个性 朱莉 朱莉 我在回家的路上 你等我回来再走啊 你们都什么情况啊 每回都让我来教你们怎么做 我都怀疑我留你们的意义是什么呀 找个公司女艺人发微博 就说那天她去探班 我也会出来解释的 就说我当时也在房间里 我这个行车记录仪可以 对外公布啊 当时我的车 就停在酒店的停车场 你们要抓住朋友 来探班这个点做 就这儿 苏苏 你说敏娜这也太不小心了 在公众场合对你搂搂抱抱 惹出多少麻烦 你说她想害我 可以直接说 苏苏 我这都是为你好 咱们才是一条船上的 你是怕她回来跟我谈恋爱吗 之前你怕 用尽了各种手段把她赶走 现在是不是更怕 怕她回来跟我旧情复燃是吗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呀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她真回来了 我就跟她结婚 那你不能感情就是啊 你也太高看我了 当年我哪有能力把她弄到好莱坞啊 真的是她想过去闯一闯 咱今天不谈感情只谈工作啊 你想想 你现在身上有几部片约 还有广告代言 这些都是要求你单身形象啊 一旦咱们违约 那赔偿金能把公司拖垮 你不能因为个人的事情 影响到同事 我想这也是你不想看到的 好香啊 你的晚餐呢 在这里 我的晚餐呢 在这里 好好吃啊 对了 小伯爹 你们家室友间在哪儿 一一楼的洗手间坏了 你得去二楼洗手间 那我去上一下洗手间 你不要动我的炸鸡哦 这是我的晚餐 你是不是想吃啊 你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你已经做到了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我一个人也吃不完那么多 我想要你去换件衣服 陪我一起共进晚餐 好不好 好 快去 蘇蘇 真的 我从来不干涉艺人们谈恋爱 更何况你对敏娜的感情 我是最了解的 但是咱们得从长计议 不能走错一步啊 我已经跟她说了 如果她在国外太难的话 你就把她签了 签敏娜 到时候都给她一些资源 怎么不开心啊 你不用这副嘴脸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等我合同到期了 我去找愿意的公司 不是 苏苏 现在不是我愿不愿意 是她想不想回国啊 还是那句话 咱们得从长计议 先把眼前的工作做好 明天一早我让庆红过来接你 有几个客户你得见一见 最近不要跟我安排任何工作 我想休息 苏苏 你这是闹什么情绪啊 我有闹情绪吗 之前你在片场给我随意改戏 给我接烂七八糟的戏 我还没说你呢 再这样进去下去的话 粉丝喷我你开心是吧 你开心是吧 开心是吧 我承认那天在片场是我不对 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但是你不能因为之前的事 影响到后面的工作吗 我这边可不好办啊 我不需要管你好不好办 快点开 我要赶上小布丁睡觉之前到家 你房间好漂亮 那当然了 这个是我的宇宙飞船 这个是我露营的地方 还有这个是我种的魔法树 它还会动呢 好厉害啊 你这么厉害啊 那如果你去魔法学校念书 那就变得跟哈里波特一样 变成一个魔法师了 那当然了 我弟弟啊 小时候也是一个哈里波特迷 我以前还帮他办过一个魔法派对 魔法派对 奶奶说 魔法都是骗人的 你在忙什么 我在做作业 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能够解决 你有图纸吗 有啊 在那个封块上 对不起 对不起 吵到你了 这是哪儿啊 因为我不知道你家在哪儿 看你睡着了 不忍心叫你起来 所以就停在路边了 我接着电话 李一航 你出来了 明天 明天也没有时间啊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位置 你自己找过来 要不要告诉你姐啊 嗯 那我知道了 好 先这样 完了 这个火宝出来了 没有安生日子了 朱莉 我回来了 快快快 我师兄回来了 快快快快 去哪儿啊 你直走直走 我给你直路 好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快快快快快 scooter 哎呀 再 женщ均 等我走 visual 快快快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出来 你别拉我撑联啊 不要不来 不要 不要 你出来 不要不来 你出来 你出来 出来 你出去 你出去 你别拉我撑联啊 撑 撑我的撑联 我又坏了吧 别别别别 师兄 不敢当 千万别叫我师兄 麻烦你赶紧把你这位偷贵狂的姐姐 给我牵回去 记住咱俩之间的约定 你要暂改来我家 我就报警 讲不掉道理啊 我也说坏人 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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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嘛 先回家嘛好不好 我没听错吧 您居然让我报名呢 这 之前好像也是在这个房间 您跟我说她起了事 对咱们都没好处的 计划根本上变化 你也不用揣着萌摆妆活动 苏星的新闻看了吧 看出那个女儿是谁了吗 今天苏星明确跟我表示 想让我签了敏娜 给她资源让她在国内发展 皮特哥 我之前就跟您说过了 我要是能决定那种规格影片选角 我早把潘嘉宁 陆一伟什么的 都退个海外市场了 我们公司同事不知道 从哪里知道陆一伟跟粉丝交往的事情 这个一旦要是传出去了 对她黄金单身案的人设 恐怕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佩佩 虽然我们两个不是一家公司 但是认识这么多年了 朋友一场 我特别理解你的不容易 也希望你理解理解我 您真是个一分力都不让的商人 有件事情我不是很明白 还想让您指教指教 按道理说 现在让苏星离开剧组 是特别不明智的选择 别说您这样的大经济了 就是刚入行的小经济 也明白这个道理 可您为什么 这么跟你说吧 我和苏星在工作上呢 他是艺人 我是经纪人 在生活上 苏星是我最好的朋友 现在他被人恶意地消费 所以我怎么都要出面挺的 我明天一早飞香港 我就不多陪您了 喂 林德 明天一早放点消息 说 艾尔姓男星和粉丝暧昧 挑几张不轻不重的截图 皮特哥 走 向古月星座的账单 我已经发给您了 怎么样 虽然有盈利 但比起同期 还是差很多 什么原因 一个是星哥的朋友来了 从来只是签单 不结账 再一个 星哥敬的那批 波尔图红酒 成品太高 所以 开直接单打 知道原因就行 下个月慢慢改变 老规矩 六成已经公司财务 剩下四成 直接打到苏星的个人账户 好 我马上去办 好 去吧 小布丁 咱们中午是吃日料啊 还是吃汉堡啊 我回来了 苏星啊 小布丁 妈 回来了 苏星啊 怎么突然间回来了 你不跟我说一声吗 布丁 我好让幸运去接你 回来了 回来了 不用 这是大众点评的高端旅行团 坐 坐 坐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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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哪儿不一样啊 沙发太远对腰不好 小布丁 小布丁 你们在国外多待几天 我还敢在国外多待几天呢 你有给我整出了一个 什么大西门啊 什么叶总会的神秘女人呢 周阿姨 她们问了好多遍呢 说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这人到底是谁啊 我也看着有点眼熟呢 来来来 喝口水啊 我跟你说 就是公司同事呢 一起聚聚谈谈点事 没想到就被那个心怀不轨的人 给拍下来做文章来了 正好 公司给我放弃人家 看来你答应我的这个完美保姆是 还没着落呢吧 看看这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奶奶 嗨 我的大孙子 来来来 让奶奶看看 怎么都瘦了呀 礼物呢 什么礼物呢 你还没说想不想我呢 听听我再说 礼物在箱子里呢 一会儿奶奶给你拿 告诉奶奶 你想吃什么 奶奶晚上给你做 小艾阿姨给我做太阳带 还叫我烤饼干 小艾阿姨 什么想爱阿姨啊 小艾阿姨她做饭好好吃 她还会拼乐高 她还问我这气球 她还给我讲 哈利波特魔法配对的故事 苏星啊 看来你还真给我孙子找了一个 能享助她的保姆了 那你看看 缘分嘛 就找了一个 人好 会做饭 而且特别会做家 人呢 人 让我看看 人 人买菜去了 人买菜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了 到时候给你做一手拿 收好菜 让你检验一下 好吗 那肯定的 快 上楼洗个澡 风尘仆仆的 对对对 走 跟奶奶上楼 奶奶给你拿礼物去 走 快去吧 快去快去 来来来 我来我来 行了 不用你了 没多沉 来 帮着奶奶拿这个 奶奶 我帮你拿一个箱子 好 来 走 素 不要说话 不要惊喜 不要想太多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你正式成为我们家的 超级保姆 不 管家 超级管家 只要你服从我妈 照顾好小布丁 让我们去那乐呵呵地 远行无碗 你是不是昨天把脑子摔坏了 这是你承诺录给我的哦 可是你昨天私闯民宅 还害得我受伤 也就是说 你已经违约了 所以我不打算放弃 对你弟弟的起诉 你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不来我们家 当管家的话 那我就起诉你弟弟 故意伤害你 宝贝 我 我的粉丝喜欢叫我宝贝 孙小海 说实话 我苏星 上有老母 下有小布丁 我们全家都需要我一个人 来照顾 这些年人 我因为事业的原因 出门在外 很少陪伴他们 我内心很亏欠 所以我需要一个 像你这样专业的保姆 我不是 是管家 要去照顾他们 因为你有爱心 你有恒心 你有担心 我希望你能够代替我 好吗 姐 你就答应我师兄呢 可是我 只让你答应我的要求 我可以发微博称轻 你作为疯狂粉丝这件事情 还你一个清白 真的吗 但是得你过来试用期才说 你这个人太狡猾了吧 就这么定了 为了你个人的名义 为了你的弟弟 为了钱 为了我们全家对你的期待 从今天开始 已正式成为我们家的管家 好吗 你要加油哦 还有我妈呢 刚从国外回来 给她炖一个汤 要清淡一点 少油少盐 我对你有信心 我们全家对你都有信心 加油 孩子 加油 什么 姐姐姐姐姐姐 你必须得答应 你之前那个愿望清单上 不是写药师兄帮你澄清吗 现在机会来了 你怎么还把机会往外推呢 你以前见他一面多难啊 你现在能天天见到他 你可以趁机软化他 跟他当朋友 我师兄那个人特别讲义气 是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 我跟他当朋友 我们换一个思维下 你之前不总是愤愤不平地 说他整你吗 现在你去他家了 你随时随地可以回整他呀 对不对 而且为了一行 你也得忍 万一我师兄认真起来 皮特哥那边 是一直想起诉一行的 我们退一万不讲 你不是还要还钱吗 我刚才师兄说了一个月 给你五万的月薪 五万 姐 你现在赚钱 报酬两不目 多好啊 我师兄累累积了 一会儿阿姨呢 会给你一个正常的家政合同 但是你不要管上面的条款 和那个报酬 真正的合同在这儿 这 怎么那么复杂啊 你们怎么可以给孩子 吃这种油炸食品呢 先不说它是高油高脂的 就是孩子的这个身体代谢 都有很大的负担的 这是不行的 阿姨 你先别着急 这看似炸鸡 但它其实是用腐皮 土豆 青笋 香菇 青豆 和一点面粉做成的 油呢 我也是用最健康的橄榄油 所以它只是看起来很像炸鸡 其实它对身体的负担很小的 不信你看 给您看一下里面 好 好了 那以后也不可以 再给他吃这种油炸食品呢 我知道了 行了 你去上楼陪陪小布丁吧 他念叨一上午了 那我先上去了 出去吧 去看看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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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杜萌 我再跟你说一次 咱俩已经分手了 没事 别老给我打电话 不是 萧儿 再给我一次机会 别那么觉醒嘛 我都知道错了 错 你做错什么 错的是我 我眼瞎 怎么会喜欢你这种人 不是 你看你 你这来都来了 再说了 你这过来接我 就证明你对我还是有感情 别字做都请了 我就是来问你一句话 诚哥那边你去不去 人家一直给你留着位置 厉酒吧的生意都耽搁了 杜萌 咱做人讲点良心 咱俩闹归咱俩 诚哥一直带咱们不错 你要不去 就明确告诉人家 好 你跟我喝好 我去唱歌 雪儿 你别跟我闹了 我离不开你 你要是离开了我 还不让我去死 那就死远点 我怕恶心 这女人够劲儿 你干吗呢 梁允轩 你 你怎么就走了 你 你不是 你 天妞儿 你跟我见 怎么了 差不多了 你来看看这个是一份合同 和一份保密协议 你看过后 就在上面签个字就行了 我想请问一下 这边一天 大概要工作几个小时 你还没开始工作呢 就开始谈条件了 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我刚在东方中医大学 成为一个旁听生 我希望在这边工作的同时 也可以兼顾学业 是吗 那你这么忙 能做好我们家的工作吗 能能 他能的 他现在正在学习药膳和中医理疗 是为了能更好地照顾您啊 我这个人不喜欢干活 拖拖踏踏踏的 你呢 把这个拿回去看一下 愿意来呢 明天早晨你就把它签好字过来 如果不愿意来呢也没关系 今天的钱我照样可以付给你 我知道了 喂 邱老师啊 我回来了回来了 在家 在家呢 什么 我知道了 谢谢 小布丁呢 在他的房间吗 嗯 发生什么事了 别人家的事你烧惯 我控制他要是 我先走了啊 加油开 站住来 小小的年纪你学会撒谎了 是不是 我怎么没看出来你病得 明天晚上的钢琴课都不能上了 你明天晚上不上钢琴课 你要干什么去 小叶子邀请我们去他家玩 玩比你上钢琴课还重要呢 是不是 还有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吧 你不能玩毛绒玩具 这样你的哮喘会复发的 你知道不知道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你去哪儿啊 你跟我回来 苏 苏阿姨 那个毛绒玩具是我昨天买给她的 我不知道她有哮喘 是我的错 用我的电话给老师发短信 说因为生病不能去上课 是不是也是你纵容的 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 虽然我接触她的时间没有很长 但她看起来调皮 其实很听话 而且钢琴课的事我也听她说过 她很有兴趣 应该不会无缘无故旷课 不然 你让我去跟她聊聊 看她到底是什么想法好不好 你 是谁哭得这么伤心啊 我没哭 我知道了 一定是眼泪不听话 自己跑出来的 对不对 你跟小阿姨说 你是不是很想去小叶子家 是 可是你要答应我 不管你多么想做一件事情 都不可以拿奶奶或是任何人的手机 哪怕是你去跟老师说你生病了 这算你让我答应你的一件事吗 算 我不是说过吗 只要你完成三件事 你就当还钱了 现在你已经完成任务了 而且你表现得太好了 所以我决定额外再给你一个奖励 什么奖励 是有礼物吗 这样子 你明天呢 先好好地去上课 你生日不是快到了吗 等你生日的时候 我帮你举办一个大型的魔法派对 还帮你设计一个很漂亮的邀请卡 然后你就邀请小叶子来玩 好不好 真的吗 而且呢 我还会顺便帮你把熊洗干净 让你送给小叶子 他一定会理解你的 嗯 好了 不要难过了 送给小叶子 好不好 小孩 不是也被开了吧 别吓我 可是 一航 你 你怎么出来了 我昨天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 你要不是我表姐的话 我真以为你想让我多蹲几天大楼呢 我姐呢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你姐啊 是这样的 我给她呢 找了个工作 什么意思 内容有点特殊 你 你最好别在家呆着 要不这样 你出去找找找 就 转悠之后去去会去 明天晚上再回来 你又把我姐给卖了是吧 什么叫做我把她卖了 我尽心尽力照顾她 我还照着你 要不是我 你现在真的去蹲大楼了你知道吗 好 你赶紧走 别在我家附近转悠 我能去哪儿啊 你知不知道有个地儿叫 立场吧 我不知道 你自己去百度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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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钱啊 姐 我转离你 辛哥今天到现在 一个工作都没有去 清平呢 联系上了吗 他去找过了 可是辛哥不在家 也没有占美亚 手机还关机了 我让你放陆一伟 跟粉丝搞暧昧的新闻 放了没有 今天早上放了 不到半个小时 直接上了热搜 辛哥酒店的事情啊 算终于给压下去了 你给我盯紧了 你去跟贾长安那边的人说 如果他们节目组 要推CP的话 我们的齐悦和朱莉 可以配合 行 我知道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这个是池星汽车 魏总他们那边 发来的合同 法务说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唯独有一条 上面说合约履行期间 苏星一旦做出损害品牌 形象的事情 我们需要全额的赔偿 广告投放的钱 投放 他们疯了吗 给我们代言的钱 让我们赔投放的钱 这中间差了好几倍呢 对啊 您让法务去跟他们沟通 明确具体哪些事件 是属于伤害品牌形象的 作风问题不予考虑 他绯闻那么多 难道出一条我就得赔钱啊 这样吧 我们的底线是违法乱纪 只有他违法了 我们才赔偿 行 我知道了 齐悦 来 那你们先聊 行 你们忙去吧 皮特哥 坐 昨天补录得怎么样 很不错 贾长安为难你了吗 意料中的事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啊 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明白 对 刚才呢我跟琳达还说呢 尽量让我就是我这个节目 推你和朱莉的联益 我说过 我不干涉你们的私生活 但是你们得配合我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好地处理 避免突发状况 谢谢皮特哥 也别光谢我 好 你们自己的事情 要看你们自己怎么走 晚上有个应酬 本来苏星要去 但是那时间有问题 你跟我去 可能要喝啊 你先吃点东西垫一垫 没问题 你先吃点东西 我的腰 我的腰 不行不行 我的腰快 小八王 小八王 我说你好几天没上线 我以为你汽油了呢 怎么会 对了 你在北京吗 对啊 我在北京 你来了 这种年纪的年 更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药物 没错 这次呢 一定要坚持治疗 落下病根可就不合了 明白 我已经跟你约了 我给你推荐那个按摩师 他时刻就到 谢谢江医生 对了 那个按摩师您合作过吗 合作过 你放心 人可靠 嘴也言 那麻烦你了 好 好 好 再见 再见 你是怎么做的 我之前明确跟你说 你的工作就是照顾好 我妈和小布丁 我出去见个身的时间 我妈就受伤了你 可是我 可是什么可是 出去 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我对不起 苏星真是太过分了 永远都高人一等 怎么了 你们又吵架了 苏阿姨去取东西摔倒 我还救了他 他也不听我解释 劈头就把我骂了一顿 我师兄父母离婚得早 他打小是苏阿姨手带大的 所以他生气很正常 你多理解 多担待嘛 我理解他的心情 但他这样也太过分了吧 你说得对 不整整他 蹭蹭他的锐气 他还以为好欺负呢 你要干吗 姐 你要干吗 你不能打托我 你不能冲动啊 姐 你要理智 姐 你干吗呀这是 你想什么呢 苏阿姨受伤了 我要给他做狗头汤